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核心价值观 意识形态工作 从来都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事关党的前途命运 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事关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 国有电影企业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始终把电影工作放在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大局中来思考和谋划 在电影创作中融入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把举七指 具民心 欲心忍 新文化 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落到实处 要牢牢把握电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属性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动摇 把镜头对准人民 追随人民脚步 反映人民生活 为新时代理想 为人民放歌 为民族助魂 要始终把电影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坚定文化自信 讲品位 讲格调 讲责任 发挥对理想信念 价值理念 道德观念的正向激励作用 引领社会风赏 聚焦实现中国梦 这个主题 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近代以来 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 历史使命 国有电影企业要紧紧围绕这个主题 传承红色基因 通过电影畅向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 鼓舞人民士气 振奋民族精神 引领人民群众万众一心 朝着中国梦的宏伟目标扩不前进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 中国人民奋斗原梦的故事 和中国坚持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故事 进行艺术构思 创作打磨和美学编织 转化为人墓上精彩分成的中国故事 塑造出有血有肉 光彩照人的银幕形象 让世界上的人们更好地了解中国 要用心用情用功 书写人民 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 在创作欧歌党 欧歌祖国 欧歌人民 欧歌英雄的电影作品中当先锋 站白头 推出精品力作 引领社会形成崇散英雄 学习英雄 捍卫英雄 关爱英雄的浓厚氛围 理在中华儿女致敬最美人物 书写中华民族的新史时 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 以传世之心创作时代经典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任务 核心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国有电影企业要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聚焦党和国家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 把电影打造成为展现真实 立体 全面中国的文化名片 提高国家文化转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要把提高质量作为电影的生命线 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中心环节 保持艺术定力 远离浮躁喧嚣 潜心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要坚定文化自信 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 文化内涵 艺术价值作为永恒追仇 努力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志提炼出来 展示出来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具有当代价值 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 展示出来 永拍中国电影艺术高峰 为世界电影画廊贡献 中国的声响与色彩 展现特殊的诗情与意境 要拓宽视野 全面充分地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涵和精髓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围绕党和国家系列重大时间节点 推出一批精品递作 振奋民族精神 引领时代前进 为建设电影强国 文化强国贡献力量 作者魏昌颖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照标 声明文章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欢迎分享至朋友圈获取授权请点击 阅读原文商务合作微信 21474250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